哈喽我就可能来到发售娃娃娃的华为发布会 就好Made SSY 其实我有一个产品 不能不说就是 大家都知道Made系列是华为产品旗下的高端系列名称 那手机的话有Made 电脑的话有Made 唯独平板电脑是没有Made系列的哦 那今天终于给我摸到他们第一款Made系列命名的平板电脑 Made Pack Pro 登登 那这个第一款Made系列的平板电脑到底有什么厉害呢 在大家看一下 先来讲一下外形 Made Pack Pro的正面是一块10.816比12K的全面屏 比较奇特的是一块这样大块的Tablet 右上角配上了一个挖孔设计 加上4.9mm的窄边框 让Made Pack Pro的这个屏占比高达90% 嗯 至于Made Pack Pro的背部就有两种材质 一种是5G版的素皮材质 Vagon Leather 比如橙色跟青色版的 另外一种就是玻璃材质 WiFi版的 比如说白色跟黑色 它的屏幕指数是10.8寸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大哦 但是拿在手上是不不松的哦 它重量的是460RM 然后厚度只有7.2 所以拿在手上是没有不达的 就不会太重啦 Made Pack Pro定位高端 哪里可以少到100了 决定一支手写笔好不好用 又或者说能不能用的先决条件就是颜值 也就是俗称的跟不跟手 根据官方所说 Horway M Pencil的颜值已经达到了20ms 也就是0.02秒的颜值 成功进入了手写笔的第一阵营 不必要讲讲话 我马上来用一个短长速度 跟慢动作速度来试试上场 有没有人发现我刚才的手写有戏有出叻 那是因为M Pencil支持4096压杆 可以根据你的按压力度 画出不同的笔数大小 啊对 另外华为呢 也在M Pencil的笔尖套了笔套 目的呢 就是要增加摩擦力 让你更加有好像握着一支针笔 在纸上面写东西的感觉 当然套了笔套也可以减少噪音 会因为哒哒哒声的声音 被人从图书馆赶出去的嘛 而且这支笔还有一个功能 我觉得很可爱的 就是平时我们在纸上面写错字 会划掉表示删除嘛 而M Pencil同样也是 就只要画掉就可以把措置删除掉 这个功能有点可爱对不对 跟MacBook一样 MacPad也可以做到华为Share啦 只要把你的华为手机tap一下 就可以马上把你的手机脸上 一碰即传 比如传照片啊传文件啊 只要从投屏drag出来 就能直接把手机上的东西 pass去你的平板 这样做工程呢 就可以focus在一个screen上面 用又看电脑又看手机 忙到死这样 作为一个旗舰级的平板电脑 采用的处理器当然也是旗舰级的啦 MacBook Pro采用的是 Qing 990 Q5G的芯片 那这个手上的白色呢 就是外拍版本 另外还有橘色跟青色 是用5G版的 那Qing 990实力到底是如何 所以你需要我多讲 时间节目 充电方面呢 MacBook Pro采用的 是50万超级快充 听说充满电脑 2.1个小时 最重要的是 MacBook Pro支持正反向无线充电 在你手机没有电的时候 是可以救你一命的哦 缺了充华为手机 也可以充别的Andre手机 甚至是iPhone X 好啦 总结来讲呢 MacBook Pro一共有两个版本 一个呢就是Wi-Fi版 一个就是5G版 Wi-Fi版有白色跟黑色 5G版就有青色跟橘色 好啦 MacBook Pro就大概讲到这里 想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Follow跟订阅我哦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